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开始我们来学习这个 OutDesk CD 2018 首先我们打开这个 CD的界面 这个是一个欢迎界面 我们第一次打开的时候呢 它会显示这个界面 我们点击这个 开始绘制 可以打开文件 打开图纸集 以及联机获取更多的 以及我们最近打开过的 这些CD文件 我们点击开始 点击开始之后呢 我们进入这个CD的一个 标准的一个界面 和大多数的这个 这个OutDesk的软件呢 都差不多 在这个地方点击这个 图标的 这个右侧的 三角形可以打开 操作菜单 操作菜单呢 我们主要是用来 新键打开保存和 领存为打印 以及返回上一步 和重做 就是那个 Redo Undo 在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下拉菜单 这个菜单呢 就是我们切换 OutCD的它的那个 操作习惯的操作界面 预设 工作空间的这样一个位置 在这个地方 它默认的 有草图与注释 三维建模 然后我们也可以将自己的 操作习惯后期自定义之后 保存在这个地方 这边是批处理大音 还有就是渲染 好 这里有一个下拉列表 我们可以 添加 我们可以添加 这个下拉列表的一些功能 它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添加下 将这个地方拓展出来 多其其他的一些按钮 我们也可以把不要的地方 把它关闭掉 我们把这边关闭掉 我们把这边关闭掉 好 这个上面的状态栏 会显示 我们的这个图形文件的名称 图形文件的名称 图形文件的名称 好 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搜索 这里是登录 那个OutDesk 360的 连机操作的一个地方 这些功能呢 我们暂时不会用到 好 下面这一排呢 是我们的工具栏 上面是工具栏的标签 每一个标签呢 它对应着不同的工具集 每个标签对应不同的工具集 我们首先要介绍的就是这个默认工具集 然后在这个地方有个三角形 这个可以调整我们工具集的显示 可以调整工具集的显示 可以从 可以从 可以从完整的所有的按钮的显示 然后到简洁的这个菜单 根据我们的熟悉程度 到后期使用快捷键的时候呢 就可以把这个完全关闭掉 我们前期还是使用这个按钮 好 这里还有一个小三角 小三角 小三角呢 我们可以快速的进行一个功能的一个设置 就刚才我们的循环设置的这几个功能呢 可以快速的进行设置 好 然后这边呢 是我们的快捷显示的一些面板 这些面板呢 一般它会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其他功能的 我们可以把它打开 也可以在 在这个地方点击这个 显示相应的工具组 显示相应的工具组 就会打开 可以打开这个 这个面板 然后把它关掉 在这个地方点击 显示相应的工具组 好 这个特征面板呢 我们可以通过Ctrl加1 把它打开 Ctrl加1 嗯 好 呃 在我们的这个 呃 标签栏的下面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所使用的所有的工具按钮 工具按钮 工具按钮 工具按钮的每一个组呢 它下面会有一个 拓展的一个箭头 这个是可以打开 没有显示 没有显示完的这种 没有显示完的这种功能 好 当我们点击的 我下点击的时候 它有的地方 它会有这个 有一个拓展的一个箭头 比如说像这种 它有拓展箭头 它有的没有拓展箭头 有拓展箭头 有拓展箭头呢 就说明它还可以打开其他的一些附属功能 好 所以 呃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好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呃 操作界面 我们操作界面呢 它有一个这个 呃 坐标圆点 X轴 Y轴 有坐标圆点 好 这个地方呢 那它有一些 呃 快速切换的一个 一个菜单 好 我们点击鼠标 左键的时候 它会显示出来啊 自定义的模型示图 好 然后这边呢 有一个 这个是AltDesk的那个 呃 基本的那个三维切换的那个工具 好 三维切换的工具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工具呢 进行二维到三维的一个切换 二维到三维的切换 好 这个 跟三维克斯里面的这个是完全一样的哈 这边还有一个导航控制栏 导航控制栏的这个功能呢 那也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这个我们后面 会再给大家详细讲 现在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功能的位置 好 好 下面呢 这个是我们的 嗯 窗口的滑块哈 上下左右 在下面这一排呢 这个是我们的命令提示行 这个是比较关键的 那这个命令提示行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拖出来 也可以把它拖出来 好 我们所有的 显示的命令都会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好 接下来这一排呢 这三个按钮是模型空间 与布局空间的切换 模型空间相当于就是我们的 建模的这样一个空间 好 CD它虽然是以二维图形为主 但是它实际上也是进行的一个建模操作 好 布局呢 就是我们出图所用到的这个图子空间 我们一般可以把它称之为图子空间 好 切换不同的空间的时候呢 它很多功能它就会做相应的调整 好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图形坐标 好 我们鼠标移动的时候呢 这个 信息就是显示了跟我们鼠标移动的这个坐标位置 好 这边是其他的一些 操作 好 包括 快速绘图的一些辅助功能 好 这个我们后面会详细讲 好 还有这边是注视比例 好 这个是空间切换设置 这个切换设置的功能 跟我们上面这个功能是完全一样的 完全一样 好 这里有监视器 呃 单位 它把 有一些快捷功能的单独做成了按钮 这个 2018 做了一些 更进一步的一些功能的一些增加 这个 详细我们讲到后面的具体使用的时候再来说 好 好 现在呢我们就把整个面板做了一个认识 第一节就是这样的内容 谢谢大家